兩件事 特別是關於鑽石公主號 一就是我今早早上收到有船上的求助個案 他的家人獲知他的家人確診染上新型肺炎的情況 對我們提出一些求助 另一方面也是今早早上 我是若見食衛局局長 陳兆史局長 是提到有關 跟進有關鑽石公主號的一些安排向大家匯報的 首先我想講一講現在的個案 其實大家如果留意新聞 其實就已經是有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的感染個案 昨晚是去到10宗 其實我們自己在我辦事處收的個案也都越來越多 去到昨天為止我們收了22個家庭的求助 是接近100人的求助 已經 特別是有一個家庭今早早上 他一早就跟我電話通電 就是他的家人 也都證實了 今早早證實了 是受到感染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做法觸測試 之前做的一些測試 在四天之前做完測試之後 今天就證實了是受到感染 所以那個家庭也都被安排 現在就是去到醫院求診 當同一時間 當那個家庭的兒子 他也都希望陪他爸爸一齊去求診 所以他也都在船上 也都在日本那邊政府也都答應了 所以他的兒子也都會陪他 和他的爸爸一起去到醫院那裡安排 當然他也都有很多的擔心 包括了他們說 一直在船上溝通的時候 因為他的父親是長期病患 也都有很多的 可能是有些的藥品 藥物 安排等等 但是這個溝通的過程裏面 大家的言語是非常之不通 包括了他們可能是未必 說得到英文等等 所以接下來在醫院的安排 會是怎樣呢 令到他都是非常擔心的 第二就是和大家講一講 關於今早早上 是見食委高局長 我自己都特別向他提出了 今早早感染的個案 那個情況都希望他更進 其實就是整體而言 我們是和局長提出了三點的要求 第一就是現在 剛才也有說到 被確診了感染的是十宗個案 而我今早早上可能已經是十一宗 究竟會不會還有更多些呢 其實我們都未是很知道的 我們都希望 不論是有十宗、十一宗還是更多 其實都希望 食衛局能夠提供更加多的支援 是給這些確診的家庭 醫院裡面的支援他們 包括了剛才講的一些翻譯 以至到一些顧問的服務 或者一些查詢等等 都希望他們特別要支援這十幾個家庭 因為他們身處在海外 大家的醫療系統是完全不同的 究竟他們會怎樣安排呢 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都要求局長要認真處理 第二方面就是 接下來 今天是可以 19號 可以下船 暫定的特指下船的機器 還有幾天 這六七天裡面 我們都希望局長 可以提供更加多的支援 給船上的家庭 我昨天也有說過了 即是現在呢 在船上的家庭 其實是很擔心的 大家如果都看到 每一天呢 都仍然是有幾十宗的感染的個案 究竟這些個案 他們會不會已經在船上 是有一些的感染呢 又或者是究竟現在他們 如果有些醫療上面的情況想了解 又或者是衛生怎樣可以做得好些呢 其實現在的支援是不足的 現在呢 單單呢 就只是靠入境處呢 是有兩名職員呢 是去到當地 那其實呢 我自己覺得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都特別跟食衛局局長說呢 都希望呢 在衛生署下面呢 成立一隊小隊 成立一隊隊 是專門是跟進呢 是這些的港人的個案 包括呢 是增設一條的 專線熱線 讓到呢 是大家呢 在船上面的 海外熱線 都可以讓到船上面的 港人呢 都是可以呢 是找到聯絡的地方 或者是可以尋求幫助的 那當然呢 第二階段呢 就是講那個 案上隔離了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呢 其實呢 昨天呢 日本呢 後生省呢 已經公佈了 是養到80歲以上 住在內房 有長期病患的人士呢 是可以做一個測試 如果呢 他們呢 都是情陰性反應 那他們都可以安排他呢 是可以去到案上隔離 那麼我們呢 對於這個做法呢 是覺得是值得 應該是這樣做的 向這個方向做的 那麼我們自己期望呢 這個的做法呢 可以加速快些 都一方面快些 而呢 就是呢 讓到更加多不同的人士呢 都可以做 因為呢 譬如有很多 譬如70歲 或者是有家人陪同的 這些都可不可以呢 盡快安排 其實我今早早呢 也都早上呢 收到一些不同的國家的電郵呢 他們都有提到呢 說他們跟日本那邊呢 都了解了呢 現在都是向著這個方向走的 都可能接下來呢 就是讓到70歲啊 以上的 有長期病患的 都是會做這個的 可以去這個船上面的隔離 但是當然呢 現在都仍然不知道呢 究竟 落了在陸上隔離之後 究竟是不是 什麼時候可以 要隔離多久 其實這些資訊呢 我們都希望 食衛局呢 能夠跟日本那邊呢 是了解清楚 究竟那個安排是怎樣 讓到呢 在船上面的 港人呢 他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因為其實他現在都是可以有選擇的 就是他可以選擇呢 繼續留在船裡面 又或者呢 是可以陸上隔離 但是那個決定是怎樣呢 我希望 食衛局呢 能夠協調呢 是提供更加多的資訊呢 給船上面的朋友 那麼 另一方面呢 我們也都提到呢 關於19號 即是回來的安排 現在呢 我的理解呢 日本政府呢 是沒有說到說呢 是改任何的時間的 都是以19號為一個目標 那其實只是下個星期三而已 那究竟19號之後 我們這200多個 其實300多位 260位呢 是持特區護照的 其實還有差不多接近100位左右 可能是持其他國籍的護照的 都是香港人來的 300多位的朋友 他們要回來香港的安排 究竟是怎樣做呢 即是會是包機的形式 還是怎樣呢 當然有很多的 船上的朋友呢 都希望可以包機的形式回來的 但是他們都會信問 究竟呢 是包機了之後 回來香港 那個的安排會是怎樣 那我們也都呢 今早上我和局長也都要求 希望他有一套完整的方案 包括了他們呢 即是究竟 即是當他們 如果是 做完檢疫之後 14天 究竟他回到香港之後 還需不需要再去 做一些的測試 或者等等呢 現在都是 我相信很多的 船上的港人都想知道的 那我都特別是對他們 這方面提出要求 那就著這幾點呢 我們都今天和食衛局局長呢 都說了的 那我想呢 他們都跟我說呢 他們都緊張的 即是食衛局呢 其實都不斷地和專家 團體呢 在那裡開會 都在了解這個情況 那他都有特別提呢 其實呢 他自己都很特別關心 現在是 現在是 確診感染的 港人的情況 以至到呢 即是現在他們在做測試的 一些資訊的 但是呢 即是他們呢 是跟日本政府那邊 是拿緊 但是呢 都在溝通的階段 他們都說他們會繼續努力的 那我就就著 今天這個 傳承公主號的報告 講到這裡 看大家有什麼提問 陳陳,可你先說一下 你接受的幫助 那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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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用來 他們幫助 一些調整 這些幫助 那些幫助 and what's going on when they're coming back to Hong Kong after what's the treatment they need to treat after they come back so today we met with the Hygiene Department the secretaries and told her about all the issues especially as I just mentioned after 19th how the arrangement are they going to have the fight to go to Japan and bring them back and how they arrange after they come back that's the first issue and the second is about how the arrangement before 19th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hot people in the cruise they do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inside because we know that every single day we still receive like 20 more than 20-30 cases they do worry about the hygiene issue in the cruise they hope that they can really can leave the cruise as soon as possible as Japan government they announced a proposal that they will let the people over 80 years old who are living in the room with no windows they will firstly let them go into the land first so we also tell the secretaries hope that that can getting faster to improve this process let all the like the over 70 years old people can go down first so that's the second the third today morning I received one cases that he received the virus the virus so he's on the way to the hospital right now and he do his team and his family to worry about all the caring in the hospital especially the translation and treatment so I also told up to the secretaries about this and hope that they can have support to all these people who infected in all the cases did she just listen to you or did she give like any assurance well I think they do really concern about it uh as they said they are talking to all the professional right now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uh after 19 they have to come back so how the arran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they are talking to all the professional and all the internal meeting to to discuss about all the issues the arrangement in the coming future um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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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食衛局都希望可以了解得更加詳細 當然今早食衛局都有說的 他說他們都不完全掌握的 我希望這方面的訊息是要清晰的 第二就是剛才也提到他們的關心 和他們的緊張 剛才也說到在言語的溝通上面 都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誤差了 今早船員通知他父親的時候 其實在溝通上面其實都不能說 大家都在言語上面是溝通不了的 因為他們上船的人是不會說英文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也有提到 可能他的父親是有心臟病 有些長期病患 他都想跟他說一下 我們都希望要注意這些 在溝通上面是未做到的 當然現在我的理解 到這一刻 這個家庭都仍然在等待醫院的途中 去到醫院之後的安排 其實他們都未知道是怎樣的 究竟是會做一些什麼的照顧 他們會怎樣幫他們去醫治等等 其實這些他們都是毫無頭緒的 所以剛才也有說到 我特別都跟局長說 希望他們真的要提供更加多的支援 在這方面 特別是一個專業的支援 因為如果不是 其實大家我們是擔心的 雖然我們都很相信 日本政府他們的醫療是做得好的 但是始終都是不同的國家 大家做法有點不同 我們都希望這方面的溝通可以做得好一點 有沒有說過過過過過過過的兒子 有沒有說過過過過幾歲 我想都是70歲以上的 80歲 因為他做了那個快速測試 所以是80歲以上的 這樣 好 看看大家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會繼續跟進的 也希望大家也繼續關注 其實我自己也感受得好深的 因為過去由一開始第一天接到電話 大家都可能相對起沒有那麼平靜一些 到今天都是第八天、第九天 我自己感受到很多的家庭 他們都去到一個恐慌、擔心的地步 他們究竟自己接下來的安排是怎樣呢? 我們希望不論是特區政府 以至我們香港人 大家都希望繼續關心我們在船上的所有乘客 謝謝